既然你已经签了合同 就忍着吧 你干嘛 你就这么讨厌我 非要我消失对吗 射什么尺 把腿给我放下去 你吃枪药了 一回来就对人 既然你要住到我家 就该守我的规矩 碧秋静 你什么时候跟她关系那么好了 理论上来讲 现在的薛静 只是暂时失去记忆的宁飞 本质上是同一个人 我只不过是把对宁飞的情感 有所保留地 转移到了薛静的身上 并没有什么不对 听听 听听 还是学神姐姐看得明白啊 我劝你啊 最好是对我好点 要不然我受委屈 宁飞就得跟着受委屈 你忍心看宁飞受委屈吗 通俗来讲 他现在就是紫霞和青霞 如果你想要见到紫霞 那么你首先就要照顾好青霞 这个我听懂 给你快 快 快 随便你们 死死我 等等 我今晚睡哪儿了 老人 我不介意睡昨天晚上睡的地方 他昨天晚上睡了 我昨晚 他昨天晚上 当然睡了沙发了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安排一个 绝佳的位置 你就让我睡这种地方 连个门都没有 我对你思权怎么办 丙思权 学生姐姐 你求我也没有用 当初宁飞就是睡在这儿 现在换你来睡 很公平 我就喜欢这种公平 又公正的态度 走 签合同去 走吧 你让我住飘证 你就算了 还让我签这什么鬼协议 这都是什么鬼条约 不准带女性朋友来玩 在家只能叫宁飞 太过分了吧 爱签不签不签鬼蛋 必须配合林飞飞所有的 治疗工作 什么治疗工作 你疯了 我再帮你治疗啊 电视剧不都这么演吗 脑部受到重创之后失忆 再装一次 就能恢复记忆了 我想试验一下 是吧 学生姐姐 记忆障碍是一个 复杂的治疗过程 如果头部送到重创 伤及到额叶 灭叶 海马回 扣带回 修脑 肩脑 和中脑网脑结构 都有可能造成记忆障碍 不过 二次重创 能够恢复记忆 这个 目前没有科学依据 我觉得你还是当看看电视好了 你啊 我看来我得控制这个地方 我 你是个疯子吧你 你可以不签啊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谅你也不敢打死我 反正我受伤 那就是宁非受伤 自己看着办喽 你去哪儿 洗澡啊 要一块儿吗 你说他还能恢复记忆吗 一切皆有可能 宣宁现在不愿意面对 过去的事情 是因为不想面对 曾经那个无能的自己 如果受到同等的刺激 就有恢复记忆的可能 那我再找人打他一顿 你别冲动 千万别冲动 我不管 只要能让他恢复记忆 什么方法我都要再试一下 我去 好凉 我去 林飞飞 又是你 你要干嘛啊你 我听说突如其来的自己 可以恢复人的记忆 我想试验一下 怎么样 我不介意 我就喜欢洗凉水澡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 阿臭 我爱洗澡皮肤 林飞飞 我感冒啊 你要负责 这里还有女生 你能不能注意点 你说吧 怎么补偿我 这是 实验必不可少的牺牲 虽然我也很抱歉 但是这种情况 也不可避免啊 既然你已经签了合同 就忍着吧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就这么讨厌我 非要我消失对吗 你不消失 他不会回来 他有什么好 明明好 真感冒了 不然哪 我还能用感冒讹你 我给你拿药去 我不吃药 我饿了 你去给我煮碗面吃 什么 你要吃我煮的面 怎么 不行吗 行啊 这可是你自找的 你去 看起来还不错嘛 看着的路口 我们都太犹豫了 心最中暂 我辛辛苦苦煮的面 也太不尊重我了吧 你的面 有毒 你小子算你走运啊 你算有多少人 想吃到我做的东西 有机会 一不知所措 越是快乐 就越难过 你有什么话 什么时候说 怎么了 不好吃吗 你的面有毒 咋在这 至于吧 这就是成自责吧 你的面有多 你为什么沉默了 连你最心爱的东西我都保护你 你怎么那么蠢呢 多情回忆不知所措 但是快乐就越难过 你有什么话想说 能不能把心坦白交给我 如果是哪一个如果 我愿痛着换你解脱